主席,各位官員,各位同仁,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主席,我們就請毛部長 部長,請 毛部長,請教一下 我們在10月20號的時候有通過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2條修正的草案,有關於重機車,就是550cc以上的機車行駛高速公路的一個問題 那根據我們目前所修訂的那個條文裡面,他說未來大型重機駕駛必須領有550cc以上的駕照一年以上,還要持有小型車駕照才能夠上高速公路 當然你主要的目的是說希望那個有駕駛重機車的人,他也有駕駛那個小客車的一個經驗 可是我請教一下,那你零有550cc以上駕照以上的話,是不是只說他只要考上駕照,那他沒有上路的經驗,就可以上路了呢 市長說明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剛才講大型重型機車的駕照,他要有一年以上 那原則上考領這種駕照的人,他大概都會去有實際上 不是啊,你說可能有,那我們目前現在的考試喔,有沒有入考這一項? 也有,也有 啊入考他到哪裡去考?是不是到高速公路去去考呢? 呃,目前是沒有在高速公路 因為一般的駕駛喔,因為一般的駕駛汽車他們有那個,一般都有上路的一個 他在練習的時候啊,他在練習的時候他有上路嘛,他可以有道路駕駛嘛 那我們這個500cc的重型的駕照,你說他要考駕照 那因為他騎車啊,你要讓他上高速公路啊,那他有沒有上高速公路的經驗? 因為你,你的考試沒有考這個,路考沒有,你有沒有考這個呢? 跟委員報告一下,他是在場地裡頭接受訓練 訓練完了以後,他其實現行的550cc以上的駕照 其實他是可以在這個快速道路上行駛 所以他其實已經有一定程度的駕駛的經驗了 因為你上高速公路,上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有時候差很多喔 那你那個在,你現在要允許他上高速公路嘛 那他有沒有上高速公路,因為你們說他要有一年的那個汽車駕駛的經驗 那難道汽車駕駛跟那個550cc的駕駛,那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我們為什麼要求他有小車的經驗,是因為他上去是要當成一部小車來看待自己 同時也被別人看待是一部小車,所以希望搭配要有小車的駕照 不是只有大型重型機車的駕照就可以上去了 他同時還要搭配要有小車的駕照 因為我,你看看這個圖表,你看看這個圖表 我們那個,你根據這個圖表,550cc以上的大型重型車子 他的事故力啊,其實他比那個小型車的事故力還要高喔 他比小型車的事故力還要高 那麼假如你讓550cc以上的大型重型車上國道的話 那會不會造成更多的事故力呢? 他的那個550cc的那個事故力啊,他比那個還要高喔 那你讓他上高速公路去的話,那是說他將來他的交通事故力是會更高呢? 那你們有沒有研究相關的配套措施呢? 是,我跟委員報告一下,就是說有關這樣開放的時候 當時對於安全的也有做一些評估啦 那今天院員所相關的同仁沒有來 那據我們的了解,當時的評估裡頭,大型重型機車在所有的事故裡頭是排行第三 第一的是屬於550cc以上的機車,那接下來是貨車的事故力 接下來才是大型重型機車 所以說,有這樣的一個評估 那大概委員提到說,是不是有相關的配套 那配套裡頭,我們剛剛也就提到說 我們會在安全,可以有保障的時候 風險可以控管的原則下來開放 所以開放的同時,對於駕駛人也好 對於路線的選擇也好,對於時段的選擇也好 都會經過一定的評估以後再來選擇 那你們曾經表示過,說那個550cc的重機車你要上國道的話 你要,你的前提是要什麼 要所有當地的縣市政府同意 那只要地方不同意的話 那中央你就不會公告開話 那你交通部,我的了解 交通部你之前有跟台南市政府開會 那台南市政府的交通局表示說他有餘力 那我現在請問你,目前我們台灣裡面 有哪幾個縣市他同意的 對,我跟委員提到 因為這是當時在討論這個特殊點的時候 找各縣市來談的時候 有談出說國八跟國六 那當時的台南市政府的表示是說 國八大概都是在台南市 不管是以前的台南縣整個境內 就是新的台南市市裡頭 所以說他們表達說這樣的一個開放 他們有疑慮,希望在開放的時候再跟他們談 那現在沒有,我問你了 我問你現在台灣,我是比較 比較關鍵,現在目前台灣裡面 有哪幾個縣市他同意了 我們目前來講的話就是說 因為這整個東西法案還沒通過 所以我目前還沒有正式跟他們 不是啊,你在法案通過的話 你就要開始要實施了啊 你只要法案通過 那你現在你的前置作業你就要開始做了 不要說等到你整個法案商圖通過了以後 那馬上要了 那你現在有沒有跟各縣市政府去溝通呢 我跟委員提到 這個法案是要在法通過以後 大概九個月以後才會實施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時間裡頭 我們還要找出是哪些路段 然後再跟這些縣市政府來討論 那等於是說都還沒有開始討論 因為相關的法律案還沒有通過 一般來講你應該是要再說 你知道已經這個法律已經在修了嘛 那在修之前的前置作業 那我請問你,那假如說好我們法案通過了 那通過那所有縣市政府全部反對 那你通過這個幹什麼 這個我們可以去討論 看如果真的是大家都有反對的話 那交通部大概就會調整實施的方向 那部長請教一下 我們那個遠東航空公司 他在97年5月3號開始的時候 他有暫停營業 那他當時有積欠我們民航局 跟我們民航作業基金 他欠了會用高達一億九千兩百三十五萬一千元 他那個民航局所積欠的是包機的申請會 跟那個民航作業基金或是廠商的一個降落的會用 那他當時申請重整 他申請重整的時候 既然在法院裡面 那為什麼我們當時說 因為我們這個都無擔保了 那無擔保的債權裡面 我們既然我們說他只說只還3% 我們的債權損失了97% 那事實上當時京城銀行 他有提出意義 提出說無擔保債權不能夠 不能夠說你折損了97% 那你折損97%是等於國庫屬私啊 那你國庫屬私 那你看那你演談他的重整的新團隊說 他從四個月以後 他就可以開始獲利 那等於是把政府的97%的債權 全部拋棄掉了 那要不回來 那當時 我們當我們是一個屬於大多數的民航局 那為什麼我們在那個時間點 我們沒有去爭取呢 我們沒有去向法院去強力爭取說 應該是要他在以後有盈役的時候 要把這盈役多的錢拿回來還呢 跟委員報告 我要了解就是中間有一部分 他基欠民航局的款項 民航局是有收取了 那當然就是屬於您剛剛講的最後這一段 我想是不是委員讓我了解一下 好不好 我再另外提資料給您 因為你看看喔 他 你現在要做 那小很多航空公司 或很多人 他就給你一直積欠一直積欠 那反正是大家的錢 我們也沒有很積極去追討 你看看 他一億九千兩百三十五萬 他是積欠多久了 他是多久積欠 那為什麼那個時間點 我們沒有去追討 那沒有去追討以後 你在他申請重整 那申請重整的時候 你要距離去爭啊 那當時當時的銀行團 都距離在爭 那只有民航局不爭 因為大家都 法院是在看 等我們民航局的意見 等我們相關的那個 那個提供資料 那我們就等於是 棄手了 拋棄了 幾乎幾乎 各位委員報告了 我想這有兩部分 第一部分您提到就是說 究竟他是花了多少時間 累積到這樣一個基欠的款 這一部分我的了解是他 在他最後 這個這個這個 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時間 他整個財務危機爆發之後 他才開始出現這種欠缴的情形 那我的了解在後續民航局 在中間有一部分的錢 事實上有追缴回來了 那至於說最後他在重整階段 那這一部分的處理情形 那真的很抱歉 這部分我要進一步了解以後 再給委員提資料好不好 因為當時啊 法院在徵詢我們的意見的時候 幾乎 銀行金融業所有的銀行 他們都表示意見 他們表示說 他們不能夠接受 只還3% 因為97%就等於當作 呆帳數字掉了 那3% 那我們 既然我們的民航局裡面 都沒有表示意見 沒有去盡善良管理的人 應該處於有的意見 提出相關的一個建議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應該要去查 那因為我知道說 這個案子分別是由我們民航局的管理小組 跟通運組來負責的 那這個是不是說 聯繫上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還有當時為什麼 會這樣去做 我相信 我是不是說 你應該給我們一個交代 給我們一個報告 我想這部分這個 我們事後會把這個相關的資料 了解清楚以後跟委員提 那是不是說 事後也要做個補救啊 你不能讓我們的國庫 一億 一億多就這樣 平牌不見 一億九千多 將近快兩億 你不能平牌消失啊 那新的債權 新的團隊 他也要負擔啊 你這種錢怎麼可以欠呢 所以你應該叫新的團隊 當他開始有獲利的時候 那你就要讓他先償還嘛 讓他先償還 我們這一筆 這一筆國家的這個債權嘛 或者你等於這個是一個很變相的 讓新的團隊來獲利的 所以我想我進一步了解 這一部分處理情形 再跟委員報告 好不好謝謝